来关心疫情的部分 国内首起本土BA.5家庭群聚案 原本怀疑指标个案是在造船厂工作被传染的 不过从职场接触者的病毒基因定序结果来看 目前都是感染BA.2 分析这指标个案的染疫源头恐怕是潜藏在社区当中 不过有医师认为现在找源头是已经不太重要了 因为BA.5在社区传开是早晚的事情 对于台湾的BA.5疫情会不会像日本这么严重呢 也有医师认为是很难预测 不过最多就是单日去诊数可能落在3万到5万人左右 本土个案中感染BA.5的高雄造船厂员工 他的职场接触者病毒基因定序 暂时都没有验到有人感染BA.5 目前还有两名员工还在定序当中 指标个案的感染源头恐怕就潜伏在社区中 医师黄高斌怀疑他的小儿子比他更早出现症状 尽管发病前两天都没出门 但也不能排除可能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被传染把病毒带回家里 两天前的话应该就已经被传染 虽然Obicor他潜伏期差不多3天左右 但有时候也不排除他的潜伏期是更长 当你社区有两三万个人在感染的时候呢 你要厘清每一条传染链是有困难的 从定序结果来看可以推测 社区中另外有传播链 不过医师沈正南认为这些都无关大局 因为B1.5在社区传开是早晚的事 前机关局长苏毅仁也分析 台湾B1.5疫情严重与否 其实都还很难预测 不过单日最多的确诊人数可能会落在三万到五万人左右 从英国的报告来看 民众的二次感染率大约落在12%到13之间 国有医师评估关系在英国 早就放弃口罩等防疫措施 对照台湾还是继续维持 因此我国的二次感染率推估不会太高 不过有专家很担忧 目前知道的是Omicron是再次感染比例最高的病毒 这可以高达三四成 日本人将过比例是台湾的十倍 台湾在高峰的时候也顶多是差不多两万多例 强调毕业点五虽然不是大魔王 但口罩防疫绝对不能放 毕竟未来还是可能会再有其他病一株 只有做好防疫基本功 才不会让疫情大规模爆发 记者为了提前建国的台湾